好,大家好,焦點視頻 翁寶祥發貨解碼的時間 今天營光幕又見到我們的翁寶祥師傅 各位觀眾,你們好 師傅,今集我想講一個 這個話題在我們這個YouTube Channel 歷史以來都是一個很hit 很高clickview的一個題目 就是香港的命運 香港的命運 是的 香港的命運 你想怎樣問呢 其實在去年 2019年 你都曾經 已經給了一些貼士 給我們一些 的觀眾 2020年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又想 用一個 另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 就是今集 我挑戰一下 我用佈掛 用佈掛 你挑戰我 我挑戰 我現在好像有壓力 是的 沒有壓力 我想用一個 佈掛的角度 去看一看 即是我們這個 香港下半年的情況 和你去年 講的東西 給我們提示的東西 是否真的可以 配合到 我們首先要知道 如果你說 佈掛 我們在《逆經》裏 這套書 正所謂 是半人半鬼 半人半鬼 你有沒有見到 那些盲宮 要上香 拿著個龜背 三個 乾隆前 不斷坑 七七七七 然後 彈出三個 究竟是陰還是陽 去動哪條 咬 去裝個掛 再動哪條 才是問什麼事 對不對 剛剛好像你說 香港的命運 我們就說 如果我這裏 你看到我這間房 沒有香羅沒有東西 當然那些職業 這個時間 我的右手邊 或者我的桌子怎樣擺 我這邊是鎮住的 有個爐 叫過路神明 才是預訂到一支掛出來 如果你這樣說 掛是有很多種方式 剛才我說的 就是盲宮 盲宮說明 用金錢 就沒有掛出來 我們有籌策 籌策 籌策裡面有九十九支 不可以一百支 一百支 除不出那支掛出來 除不出 甚至你可以寫字給我 字可以拆出來 又可以裝掛 是現場的 現時 另外一種 我比較常用 為什麼呢 我出門的時候 我想到 突然間 心靈來到的 一來的靈感 我就會去找些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個數字掛 哦 數字 數字掛 剛才我說的 籌策不不九十九支 是的 然後你拿 只有九十九支 你把它攤開兩份 剩下來 數了 你就知道 那個出來 那個 剩下來是什麼 掛了 如果我用數字掛 你可以這樣 你給我三組數字 哦 由一到九 由一到九 五到零 那你任何的組合 任何的組合 例如我代你 一二三 四五六 開大開小 是 或者你八八八 這樣 好 那你給我三組數字 我 那我在這裡 不妨跟香港人 是 大家研究一下 香港的命運 好嗎 好刺激 好似年初二 每年年初二都求簽 是 那我來幫你試一下 好 那你三組數字 我 三組數字是 有沒有說要多少個號碼 三個 三個 因為 你尖出來是三個銅錢 是 是敲的 所以你給這個數字掛我 好 那你給三組的組合我 OK 但記得 五外零的 五外零 知道 那你由一至九 那你隨便給我 好 第一組 第一組 一二八 好意頭 一二八 這個是第一組 是 好 第二組 就 七二九 七二九 第二組 是了 好 那第三組 是 第三組 都是 八一八 八一八 是 第三組 好